在明斯特暴动发生时 斯特拉斯堡政府 一改原先对重洗派较为温和的态度 转而采用较为严厉的政策来处理重洗派 这主要是因为霍夫曼给这里的重洗派 灌注了一种狂热的启示主义 这种启示主义不仅直接造成明斯特暴动的发生 也让斯特拉斯堡人的思想情绪陷入困惑之中 霍夫曼宣称 马丁路德元是基督拣选的初期使徒 但是路德已经像加略人犹大一样 背叛了宗改运动 路德向邪恶的世俗政府屈服了 而他霍夫曼则是基督拣选的末日使徒 斯特拉斯堡政府 再也不能容许霍夫曼大放厥词 蛊惑人心 勒令霍夫曼闭嘴 可是霍夫曼被自己的信念深深地感动了 故而也为自己的信念所执着 他挑战政府说 我霍夫曼可是一位受身拣选 受人尊敬的末日使徒啊 我的宣道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你们要我闭嘴 没门 除非你们有本事抓我 斯特拉斯堡政府可不吃那一套 既然你霍夫曼愿意我们抓你 你以为我们不敢吗 那好 我们就成全你的意愿 1533年5月 斯特拉斯堡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 将他囚禁起来 虽然重启派的人 想方设法地多次营救他出狱 但是没有成功 霍夫曼于是在狱中待了十年之久 1543年 他在狱中去世 斯特拉斯堡的重启派教会活动之所以非常活跃 是因为不断有新的领袖跑到该城来避难 在其领袖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 叫皮尔格拉姆·马佩克 他本是奥地利人 在斯特拉斯堡住了两年 担任那里的木材监督员 又负责管理市政下水道的修建工程 在市内颇有人望 之后 由于他参加重启派的活动而被逐出该市 他后来去了奥格斯堡 被聘为城市工程师 同时他不顾城市政府的警告 担任着市内重启派教会的牧师 写了不少为重启派辩护的书 还不断与路德派中的属灵境前派的发言人 进行通信辩论 也跟斯特拉斯堡路德派的领袖马丁布斯尔 进行通信辩论 1542年 他写了一本书 教义问答 来阐述重启派的信仰 马佩克认为 九约和新约都是上帝的道 但旧约和新约是有区别的 只有新约才是基督徒的信仰权威和实践权威 直到1556年12月去世前 马佩克一直不断地著书写信 他的思想 对后来重启派的许多余脉 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除了斯特拉斯堡 重启派还在瑞士 德国 荷兰 波兰的许多地区 继续存在和扩展 德国方面 在路德派的信义宗为主要信仰的 黑森地区 萨克森地区和图林根地区 重启派也活动频繁 不过 这些地区对付重启派 所采取的手段措施有较大的不同 黑森地统治者 菲利伯爵对待重启派比较温和宽大 凡被捕后又不肯放弃信仰者 一般就是将其驱逐出境 最严重者也只是监禁 出于政治考量 菲利一直都想极力调和新教各种势力 各种派别之间的分歧 跟他在1529年赞助召开马尔堡会议 以其解决路德派和慈韵礼派之间的分歧一样 菲利于1538年10月 仍在马尔堡赞助召开了另一次会议 这一次他是请路德的支持者 马丁布塞尔和重启派进行大别论 以其解决路德派与重启派之间的矛盾分歧 结果 雄辩的布塞尔把重启派博的体无完肤 重启派的信徒居然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心服口服的低头认数 有不少信徒归正 可是 在萨克森和图林根 重启派的遭遇要严峻得多 路德认为 重启派跟动乱分子 敏财尔等人是一丘之合 而且重启派 是在寻求靠行善功和行律法来得救 因此 重启派都是信仰上的败坏之辈 这样路德派支持对重启派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 就像天主教对待他们路德派一样 路德死后 连他的继承人 极其温文尔雅的梅兰西通 也继续支持镇压重启派人士 认为他们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敌人 所以 重启派自1525年创世以来 他们不仅被天主教残酷追杀 也被新教的主流派别残酷追杀 简直是像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 有人统计过 被淹死或烧死的重启派信徒 比教会初期三百年 殉道于罗马帝国首中者的数目还要多 这种说法是否有确凿证据 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馆中亏报 也能推知那惨绝人寰的全貌之一般 尽管受到来自其他个宗派的巨大逼迫和灭绝威胁 但重启派仍有余脉留存至今 流传到今天的至少有三大余脉 一是胡特尔派 二是门诺派 三是阿米什派 胡特尔派成自摩拉维亚的重启派 摩拉维亚重启派有许多分支 当年拥护胡特的一个分支于1528年 在波西米亚的奥斯特利茨 建立了一种共产式的社团 发展非常迅速 估计有几千名信徒 重启派真正有规模的共产组织 其实只有奥斯特利茨社团 其他重启派分支并不这样做 但是却被传说 其他各地的重启派社团也都废除了私有制 实现了人人分享一切财务的共产社会 这实在是对重启派的一种误解 误传和误会 奥斯特利茨社团又经过多次分裂 到了1533年 一个叫雅各布 胡特尔的极有组织才干的领袖来到摩拉维亚 他加强了奥斯特利茨社团 又根据圣经中的《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后书》的教训 以一种公社形态的生活方式 创建了经济制度完备的胡特尔弟兄会 使之与其他重启派区别开来 胡特尔于1536年 被神罗帝国治下的奥地利政府烧死 之后的胡特尔弟兄会 经过数名干练的主教经营发展 于1622年扩展到几乎整个摩拉维亚 人称他们为胡特尔人 胡特尔人因受到迫害杀戮 他们到处迁徙 1685年后到达匈牙利 又到乌克兰 1874年后到达美国 特别是在美国的南达科他州定居 据一项统计 在2004年中期 世界上共有 胡特尔人的居民点472个 其中四分之一的 胡特尔人居民点 在美国境内 其余大部分 则保留在加拿大 门诺派和阿米什派 都成自瑞士弟兄会 门诺派的创始人是门诺·西蒙斯 是与马丁·路德 慈韵里和加尔文同时代的 宗改神学家 出生于神罗帝国 治下荷兰的弗里斯兰省 原是天主教神府 后来受路德影响 加入新教宗改运动 再后加入重启派 瑞士弟兄会 成为牧师 为了诚实追求真理 并建立上帝所喜悦的教会 在约1540年代 门诺建立了信徒的教会 虽然他不喜欢 别人拿他的名字 来称呼他建立的教会 但是习惯上 人们仍称其为 门诺派或门诺会 约过了一个半世纪 门诺派中有两个主要小组 这两个小组 因为对信徒纪律的要求标准不同 而产生了严重分歧 1693年 其中一组人跟随其组领袖汉斯 赖斯特 仍称为门诺派 另外一组人则 跟随该组领袖雅各布 阿曼 称为阿曼派或阿米什派 据一项2006年时的统计资料 门诺派在全球 有150万名信徒 阿米什派有30万名信徒 他们绝大部分的教徒 在美加等地 除了美加 门诺派也在法国 德国南部 荷兰 有大量的社团 两派信徒之所以 大部分居住在美加 这是因为在18世纪初期 许多阿米什派 和门诺会信徒 也为追求宗教自由的理想 而移居到美洲的宾夕法尼亚 从此在美洲圣根 有趣的是 美加的阿米什人 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 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 他们一直秉持 与世隔绝的信条 常用新约圣经中的三段经文 来浓缩表达他们的态度 其一是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恶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这句经文取字 《戈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 其二是 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这句经文取字 《戈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 其三是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细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句经文取字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基于这三段经文 阿米什人与非阿米什人 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 表示他们与这个世俗世界隔绝的决心 在原则上 汽车不允许在阿米什社区中使用 也不允许收音机 电视 在大多数的场合 也禁止使用互联网 阿米什人执着地跟世界隔绝 但是世界却执着地关注他们 常有不少鼓动人们 列其心理的好莱坞电影 和电视剧 来反映阿米什人奇特的 神秘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无论如何 经过了五个多世纪 今日的西方教会和中国教会 大多已能接受重洗派着重倡导的 由成年的信徒亲自要求 接受洗礼的做法 摒弃了给婴儿施洗的做法 很多教会以婴儿奉献礼 来代替婴儿洗礼 这是重洗派的贡献之一 除此之外 起初的重洗派所强调的政教分离 提倡个人信仰自由 宗教容忍 道德改革 属灵复兴和尽心 尽以尽力的热诚宣教 这些方面都是重洗派的贡献 后代有不少教会 都多多少少地受到这些理念的激励或影响 包括后来的尽信会 公礼会 贵阁会 英国的清教徒 等等 第十八世纪和第十九世纪时 在美国兴起的复原运动 所宣扬的 《樊圣经》所讲的 我们也讲 《樊圣经》所不讲的 我们也不讲 这也正是重洗派 所奉行的主张 这些都是后话 虽然有诸多贡献 但《樊圣经》 也是有不少的问题 他们所有的主张 都来源于 唯独圣经的思想 这个思想也是当时主流新教宗改运动所主张的 但是 什么是唯独圣经 大家都手握圣经 都高举圣经的权威 但对圣经经文的引用 解释和理解 重洗派和新教主流 各派是不一样的 重洗派的不少领袖 把唯独圣经 变成了只有圣经 直死抠经文的字句 尤其是新约经文的字句 甚至于还变成了 只有圣经中的部分经文 唯独圣经中个别的经文 这样 有选择的阅读圣经 让重洗派 蜕变成了新的律法主义派和教条主义派 但是 使徒保罗早在 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第六节 就告诉过哥林多人 神教基督徒当着新约的执事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经义 也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是叫人活 所谓经义 就是圣灵 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 如果没有理解 整本圣经所要给人的经义 那么所有断章取义式的 引用圣经中的 知言片语的做法 都会产生信仰上的严重偏差 这些知言片语都是死的 最后提一点 重洗派因和新教各主流教派决裂 而遭受到逼迫和灭绝 这件事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疾首 在教会历史中 我们经常能看到同样遵奉圣经的群体 也为对教义 教规 胜利 组织的看法不同 造成了分裂 以至于手足相间 这其中有出于对真理的坚持 也有许多实在只是出于误会 成见 偏见 血气和傲慢 但愿 现今的教会能汲取这些血淋淋的历史教训 牢牢记住 使徒保罗在 一幅所书 第四章第二指三节中 所告诫我们的合一原则 凡是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